整個人被壓制在地 只能乖乖配合 被雙手上口 原來他們都涉嫌國際運毒 成了全國第一起 利用假花盆進口夾帶毒品 警方這一回一共逮捕了六人 發現他們從荷蘭運假花盆回臺 用假花跟石膏做成假土 假藏Ketamine 市值超過千萬 其中竹賢張信男子是竹聯邦的全員 由於被通緝一直躲在國內 而這整起案件共有六層斷點 第一層先提供證件 充當毒包裹的收件人 再來有人負責載運毒品 還租了五分譜的倉庫存放毒品 以及監控毒包裹 收件人領獲情形 最後還有人頭充當包裹 收件人等等 各自的分工 都相當的細膩 而這些人的酬勞 本來都說好會當面給現金 這回去是被警方一網打盡 一塊錢都沒有拿到